原来庆余年的高能明场面都在第三季 范贤斗垮了明清达姆子 还掌握了连庆帝都没能得到的三大方制作工艺 太子的花柳病被废界治好 和李云锐滚了床单却东窗示范 庆帝暴怒之下血洗两宫 宣布到大东山庆庙祭天废除 李云锐纠结太子二皇子和秦家举兵谋反 庆帝派范贤回京平叛 与燕小乙上演生死狙击 用巴雷特将燕小乙这位一生之敌直接红碎 庆帝在大东山展现真实实力 算计了苦河 四顾剑和叶刘云 叶刘云跌落宗室境界 苦河重伤不治不久身死 临终前安排海棠朵朵回归西湖草原 协助北齐共抗南庆 四顾剑重伤苟延残喘 将剑炉传于范贤后身死 东夷城明面上归降南庆 由大皇子领军驻守 范贤接任监察院院长 陈平平回乡养老途中被庆帝紧急召回 老兄弟为叶青梅致死撕破脸皮 陈平平枪杀庆帝为好闺蜜复仇 却只将庆帝重伤 而他却赤身裸体 死在了庆帝为他罗列的十三大罪状之下 死在了惨无人道的三万六千刀凌驰之行下 死在了一路狂奔 累死十几匹马的范贤怀中 陈平平死后 范贤和庆帝彻底反目 范贤用炸药埋伏了庆帝 还联合影子 海棠朵朵和王石三郎围攻庆帝 却依旧不敌 关键时刻 范若若手持巴雷特袭击了庆帝 几人才狼狈逃走 范贤意识到能消灭大宗师的只有大宗师 所以带着海棠朵朵和王石三郎 一起北赴神庙找寻五竹 却被格式化的五竹一千穿凶 范贤凭借五竹对自己的熟悉感 不断为其洗脑 最终将神庙砸烂 带五竹回到京都 五竹手持铁签杀到皇宫 涂掉万鱼皇城禁位 也被砸断一条腿 仍凭借厌恶感杀到庆帝跟前 耗损过重的五竹 与实力不计的范贤皆被打残 范若若手持大拘 轰掉庆帝一只臂膀 也被庆帝发现位置 庆帝隔空取物将枪管掰弯 终因好奇心作祟 揭开了五竹的眼罩 被无敌雷射光线轰成一道彩虹 庆帝身死 三皇子继位 范贤隐居山林